为了维护儿童的游戏品质 花莲施工所针对花岗山细沙池 进行了三年一度的安全检验 还有部分设施的改善工程 日前完工了市长维家院 特别前往进行验收前的会刊 他也要求验收过程一定要很严谨 保障孩童游玩时的安全 花岗山细沙池去年因为进行 儿童游戏场安全检验而暂时封闭 施工所针对检讨建议进行改善 同时为了让设施更完整 也在原有设施和空间进行了地垫 细沙翻新还有护栏改善等 并且新设一组帆船造型的游乐设施 打造兼具安全友善与趣味的游戏空间 那在去年的部分 因为我们中央的一个法规有一些变化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游距可能比较靠近 那在今年度可能会在我们的儿童节的一个前夕 来做一个开放 那也请我们所有的家长拭目以待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做最后一个会刊 那也希望说我们今天也邀请了我们的营造公司来做最后的一个简报 那也希望有什么问题我们在今天一并的来做一个改善 那最后也会希望说未来能够让孩子重回我们这个西沙子的一个天地 那我在此要特别感谢我们花蓮县议会的我们四位的议员 那我们的徐子芳议员以及我们的威家贤议员 洋华美议员 哈尼加造议员都挹注了我们相当大的一个经费来作为我们改善的一个经费的使用 那也希望说未来在花蓮市有更多的一个特色公园 那我们会自力的来建造这样的特色公园 也希望说爸爸妈妈都能够喜欢花蓮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天地 前市长也是县日县员魏家贤表示 改善完成之后的西沙池相信可以让更多家长安心放心 他也期许花蓮更多公园的设施能够由县政府挹注补助款进行全面安全性的提升 那也真的非常谢谢家庭市长 在过去因为一些公园需要来做相关的检验的部分 那也非常感谢非常多的议员共同来支持这个西沙池安全性的改善 那我相信在改善完之后 开放可以让更多家长能够更安心更安全的让孩子来游玩 那我们期许花蓮更多的公园 那也期许花蓮政府可以补助相关的预算 来支持各个乡镇所建设的公园来做相关安全性的改善 花岗山西沙池改善工程目前进入了验收阶段 施工所预计在儿童节假期前可以开放让亲子来使用 戒律会换室报道